在指挥者来讲就必须要配合着那个意境 他所讲的歌词到哪一个段落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下拍去衔接他的和弦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介绍汉德尔米赛亚的第31跟第32首 这两首乐曲仍然是难高音的读唱 第31首的经文是这么说的 以赛亚书53章第8节 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 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这首乐曲里面非常简短的一个Richard Deep 它只有五个小节 但是呢 他的歌词里面呢 就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的丰富 所以呢 在指挥者来讲 就必须要配合着那个意境 他所讲的歌词 到哪一个段落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下拍去衔接他的和弦 然后去展现出 宣续调里面所要表达的意境 通常我们知道在指挥的时候 就是Richard Deep是比较难指挥的 因为有时候读唱者 他所要表达的歌词在这么多里面像说话一样 但他又必须要带上情感的时候 所以他有时候会比较密集的一些节奏接在一起 或者有时候他想要把那个字拉长的时候 他所表达出来的意境在痛苦当中 或是在迟疑当中 或在喜乐当中 我们都必须要能够把它衔接起来 那这首乐曲完了之后 马上就接到了第32首 这个32首因为他是比较喜悦一点的 所以他的歌词是这么说的 诗篇16篇第10节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到熊坏 这样子的一个歌词 在音乐里面呢 韩德尔他是用形板来做一个表现 换句话说音乐的流畅度 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应许之间 好像是说不会把我撇在阴间 他必须要来拯救我 所以音乐的行径就会比较流畅一点 南高音在刚才的宣续调里面 跟在这一首里面 他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甚至于他要表现的意境也是不一样 之前有介绍过Bho 他是由南高音先演唱 可是这一首呢就变成是由乐团 一样同样的音程 但是不同的速度来展现出他的喜悦感 因为平常我们常常会迟疑说 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晓得有没有蒙神的悦纳 但是当你读了圣经上的经文 当你好好的祷告以后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很有信心的认为 上帝不会撇弃我们的 他会把我们拯救出来的 这首乐曲里面的那种喜悦感 我们会随着南高音他的音程 往上往下 而达到最高最高的一个境界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第31首跟三首 是 他就会拖到 他就会刘成了 他在当他生命的 于对他人的 他人很靠 他就会变成了 他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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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